守護人民不只是要接地氣 還要能上太空 拍庫送一片展現親和力 蘇貞昌回鍋出任隔魁 工商大佬也首次公開喊話 希望產創條例再擴大範圍 是好的現象 但是對於人才培育的體檢 三年應該能夠建議改為五年 首要是投資 投資環境的提升 改善 跟外資內資的稅務的改善 還有對於保留英語5%的課稅的免除 就是我們很期望能夠得到蘇院長的重視 因為成創條例2019年底就要落日 但政府釋出利多 有望將租稅優惠再延長10年 並加碼研發抵免5% 所以現行是15%跟10% 那有些業者是跟我們建議說 這樣的力道要再加強 所以我們希望各加5% 也就是說當年是20% 三年的話15% 劉財先育財 就是要抵禦中國大陸的挖腳 但眼前最怕豬瘟跟中美貿易戰 市院長過去就是他的策略叫沖沖沖 針對豬瘟的問題 現場也即使下了一些指令 邁入5G的這個時代裡面 物聯網的科技興起之下 國內的產業供應鏈 以及商業的模式 我想必然發生很大的一個挑戰跟變化 就盼內閣交接帶來新氣象 東三財經新聞中心眼楊昭 台北採訪報導 雪よ帝 北採訪報導 北採訪報導